在開始進入比較囉嗦的計算之前 我們要先告訴過你一個重要的觀念 只要是利的問題 解決利的問題 問自己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 誰受利 確定你在考慮了誰 考慮的是誰 考慮的是誰 誰受利 第二件事情 畫出力圖 把他的所有售率都找到 畫出來 有一些你可能會忽略掉 比如說什麼支架 東西卡在支架上 支撞給他的支撐力 東西卡在地板上 地板會有支撐力 然後把所有力都畫出來 然後就問 合理師所長 合理師有兩種 等於0跟不等於0 如果等於0 上等於下 左等於6 照一下左等於6 如果不等於0 F等於MA 如果不等於0 F等於MA OK 這就是你解決利的問題的問自己三件事 一 誰受利 二 受哪些利 三 合理師多少 我們考試的題目 一種最簡單的題目 直接在 F等於MA 告訴你F 告訴你M 就求A 告訴你M 告訴你A 就求F 所以我這邊曬得出來 第二種 我不告訴你A 我告訴你V 我們上一章學過的 你知道是不是你可以求誰? 加速度 當然你 然後再去求F 那你可以反過來啊 反過來 我是讓你去求B 或者讓你去求M 好 F等於MA 不要換 還有一種更囉嗦 就是我連V都沒有說 我告訴你胃移 我告訴你胃移 你要用胃移器想辦法找到加速度 再想辦法找到受力 更摸縮一點 反正就意思 但是呢 但是這個V球A啊 S球A啊 都是我們上一章學過的事情 就是上一章你學過的事情 OK 理論上你上一章會這邊就會 來 簡單直接代工事 誰在5公斤受力使用的價值多少 超級世界損的題目 公式寫下來 數字三進去 答案就叫做 2 太難算了 太難算了 所以我裡面直接代工事 第一種最簡單的題型就直接代工事 告訴你M 告訴你A是求F 告訴你F 告訴你M是求A這樣子 OK 諸如此類 請車站接位 這樣多多 25公斤 請問你加速度多多 這樣實在太困難對不對 100 這太好了 當答案沒有100怎麼辦 答案已經錯了吧 題目出錯了 沒有100 呃 帥哥難嗎 帥哥難叫做 貴班有35嗎 有啊 還沒來 35還沒有來 貴班有27嗎 比例有27啊 27 27 他在公車裡面 多少 B啦 C啦 B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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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 這樣也要問人喔 不用 不用 就跟你講直接代公式啊 F等M塞進去就有啦 二十牛重五公斤塞進去就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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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就會算了啦 小學就會算了啦 好煩喔 拔不不難啦 答案B 答案B 這個呢 來 現在換 現在換成 知道質量 知道加速度求受力 一樣嘛 直接代公式嘛 直接代公式 直接代公式 沒啥東西啊 就直接代公式 開小女生 開小女生 無保 開小女生無保 有 14號 幹嘛有14號嗎 有 來 多少 多少 40 你說40嗎 請坐 你說40 那答案就給他 一樣嘛 就直接代公式嘛 公式叫做F等MMA嘛 把他塞進去就好了嘛 M有 A有 就往裡面沉嘛 太困難了 10乘4也這麼難算啊 40 叫40牛頓 注意他的單位 叫牛頓 所以他40 就這樣子吧 這叫做第一種題型 直接代公式 這叫做最簡單 最基本的 M點MA 告訴你M 告訴你A 就求F 告訴你A告訴你F 就求M 這樣子就直接往裡面代就好了 這個沒有問題吧 不讓問題嗎 當然是M M